好久的各位观众 外交部长林佳东 今天下午出席了一场新南向的论坛 而在论坛上面呢 他也介绍了赖总统还有外交部 接下来非常积极正在推动的总和外交政策 而且他也介绍了三位议题的政策 更以这个英文的三个单字 DPP来做介绍哦 那其实呢这是相当敏感的 因为呢大家对于DPP这三个字 大家都知道其实是民主进步党的英文缩写 不过呢林佳龙就叙述了他所说的DPP呢 就是第一个是democracy民主 第二个是peace哦 也就是和平安全 第三个是prosperity就是繁荣了 不过呢怎么会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 跟执政党民主进步党的英文缩写 因而重叠呢 林佳龙稍早有回应一起来听 我们祝福话代表处都有在做 谢谢 另外呢林佳龙也被问到了 由于在这一次巴黎奥运呢 却发生了台湾的一个应援的海报呢 就被抢走 那祝福话代表处的时间是有报警的 不过在网络上现在也质疑了 因为2012年的伦敦奥运呢 当时驻英国的代表神旅巡呢 他也是碰到了中华民国国旗 也是被这个场内的人员所抢走了 不过当时呢神旅巡呢 不只是只有抗议 而且呢也有特别要求了 英国方面要来向台湾来道歉呢 所以呢也被质疑说 是不是这一次外交部 还有驻法代表处 在态度上面是不是不够强硬呢 那林佳龙稍早也回应哦 说驻法代表处都有在做 以上是为你掌握的最新资讯 TVBS大运动家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Win